可以把游標移動到最下面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幫你把它清空 那要怎麼做 其實 如果你的直覺是這樣 以後要寫到哪裡 你就要用那個 事件 去判斷你該寫在哪裡 什麼樣事件呢 就是因為我剛剛不是按了按鈕之後 他才去新增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按按鈕這個動作 按 按鈕 Click 它就是一個Clicker 這個就是一個事件 當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就會去執行底下的程式 所以你就直接在這個按鈕上點兩下 他會跳出什麼 跳出張那個B01 就是我們那個按鈕 被Clicker Clicker就是一個事件 那他會執行這些動作 那裡面的動作包含就是說 把那個 資料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最下面 你會發現 我多了好幾筆 所以把這個刪掉 就好了好 那 就是接下來就是說 那如果我要完成剛剛的動作的話 我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 這些資料 填寫完畢 所以 基本上我們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就是 你也許將來可以做個註解 如果你不太會寫的話 你就一 他這個是什麼新增資料 比如說你這邊底下可以 新增資料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也許你的需要是 第二個是 做什麼呢 就是 移動 或者叫 移動 移動游標好了 比如說你希望把游標移動到那個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三 也許你希望就是 做什麼 清除 清除資料 那也許你剛開始不會寫了 不過我建議你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可以打個註解吧 這個 單一號在前面就是一個註解 註解就是將來 是給你看的 程式並不會 不會執行的 所以單一號開頭 一定變綠色的字 那怎麼樣移動到那邊呢 我如果移動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要移動到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他的那個敘述 一定是 哪一個儲存格 後面一個方法 叫點 Slate Slate 就是你游標放在哪裡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最後 游標移動到那個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R R的話就是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在什麼 在加1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把 最後的游標移動到 這個 新增的這個位置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這個 A有沒有 再把它Ctrl C一下 移動到那個的話 就是說 那個移動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 點什麼呢 點 Select 就是 選取他的意思 那這個動作就是前面是一個儲存格 後面如果是一個點 Select 就是表示說我游標會跳到這邊 OK 那跳到哪一個呢 跳到R 也就是這個列的最下面的 A欄 OK 那因為我是放A 所以 你的資料 那他裡面有個 放資料的地方就點 Test 就他的屬性 那清除的話 很簡單 等於空置串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 清掉這些所有的就是 01 02 這個是CB01 030405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那個TST01一直到05清掉 CB01清掉的話 那很簡單嘛 清除的寫法是這樣子 就是 我直接 把一樣 在這邊點兩下 如果你找不到程式碼 你點兩下 然後清除的話就是 這個東西 裡面呢 清除 清除很簡單 等於什麼 等於空置串就可以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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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了